大家好,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正的节目 我们今天继续讲关于三个有关香港的司法案件的议题 通常做这些节目是没有什么人看的 因为很多人觉得香港已经玩完了 就是所谓的新闻越审越疲劳问题 但是做一个评论人不可以不讲 有些事情我觉得会选一些重要的地方 其实每一个案件都重要 我都不可能有那么多资源讲完所有案件 但我觉得身为一个commentator 应该讲多些这些案件 令大家知道我们仍然有很多人 为我们的民主运动受苦受达 为我们的自由, 为我们的新闻自由 为我们的法治, 为我们的人权的沦桑 而是承受很多很多的不容 希望大家关注 第一单案件希望讲的是初选47人案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桑普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这些广告 赞助火金给本人 多谢大家 根据最新闻的报道 初选47人案 下个星期一就会开審 郭榮鏗就说案件属于闹剧 颠覆罪不包括参选和运用公权力 如果参选和运用公权力就是颠覆 不过, 简直已经去到一种匪夷所思的境界 你要开放被人参选 又说人家参选就是颠覆 即是说 是不是 it's a mousetrap 基本上是 自商矛盾 是颠覆不通的 但香港政府现在是颠覆不通的 三年前2020年的民主派初选 47人筹备及参选人 被当局以港版国安法起诉 当名被告还压近两年之后 案件预定在下个星期一 即是2月6日开審 大家记住 去旁听的很好地旁听 希望大家要关注这些人 那么 外媒近日陆续预告初选案 其中呢 发生社形容案件是香港最大规模的国安审讯 即是你说是 香港的美丽老大审也行 或者你说是一个很大的一种 即是对于 香港的一些参政人的一个全面的打压 是设置好局 要设置好善途家一样 要打压这班人 他说国安法已经crushed 粉碎了一切的意见 并引述身在美国的前立法会议员 郭荣康 批评47人案件是闹剧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 也提到被告被长时间惊讶 即使认罪 也未必能按惯例获得减刑 发生社引述 郭荣康批评案件是彻底的闹剧 他说颠覆控罪需要威胁 有威胁使用暴力 推翻政权的成分才能成立 这个不包括人们去参选 并且承诺运用公职人员的权力 迫使政府回应选民诉求 这些绝对不会成为颠覆 不过行政会议成员康家驳仍然 假如你有意图推翻政府 那就必定是违法的 即他是独心思 他有意图推翻政府 就是违法的 这个真是不得了 我想放眼全世界的地方都会知道 这件事是很荒谬 就算你到英国都有一班 支持爱尔兰 即是北外离开英国独立的人 新分党 他们都一直都不会这样 违法拉下他们 也都可以看到 比如说在美国有到支持 德州或者加州独立的人 你不会把那些人拉下他们 每个人有自己的政治主张 甚至没有有自己的政见 如果你有些人 不能够把这件事看得清清楚楚的话 你不忘记了 人权先于主权 人权高于主权 以及我们看回人权本身 就是我们的自由 我们的身体生命 身体健康 自由名誉财产 这些基本的核心人权 如果我们连这些都没有 你说的国家主权 你根本上是一个魔兽 就是因为一小撮人的所谓的利益 然后牺牲很多件事 我希望这一点说得清清楚楚 不会有半点含糊 报导指出港版国安法 彻底改变了香港政局 以至普通法的传统 每次拘捕和检控都是开线来 如今抗议和挑战政府 都会变成它法律风险的行动 中国国安可以公然在香港活动 香港的法院也变得更接近中国 其中初选案34名被告被长期击押 即使获得保释的人士 都被施加的严可条件 本土电视台在星期五 2月3日就发表初选案的报导 指出被还押的34人 因为疫情一度无法见家人和律师 部分人更无法越南案件的陈述 报导引述 而另外 黎恩浩是美国Georgetown 乔治城大学法学院 亚洲法中心香港法研究员的黎恩浩 表示 案件将会反映当局 如何将正常的公民社会活动 事作罪行 黎恩浩也强调 民主派多年来的选举得票率都超过五成 政府却拘捕所有主要的民主派领袖 形容案件不止是针对这些领袖的审讯 亦是对他们支持者的审讯 这一点是讲得很清楚的 亦是很正确的 希望大家也明白 47人案里面有一位 就叫呂志恒 大家知道他开审之前 在街头用C街做basket 希望带来安慰 自第一次过堂 到现在近两年 初宣47人案 下个月1、2月6日 在西角龙法院 站台高院去开审 所以大家不要去错地方 不是去金钟 去西角龙法院 其中获准保释计划 计罪的呂志恒 在5月2月3日 在粉岭火车站天桥 自弹自唱多首诗歌 说希望这诗歌 为大家带来安慰 本身是基督徒的呂志恒 星期五晚上 在粉岭港铁站 对出的天桥 自弹自唱多首诗歌 包括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愿你公义降临 你在我在等等 呂志恒表示 自己在这两年 听了差不多300首诗歌 也背了20首诗歌的歌词 因为预料入浴之后 没有机会在电台 听到诗歌 pop song 就有得听 我未成功点火诗歌 那希望呢 他这个地方的 很多的美妙的阴魂 也希望能够继续 好像清风吹片一样 可以伴着这帮人 在每个时刻都可以安心 其实这些都不好笑的 就是他们每个人都受苦受难 他们去参选 是基本上 喝起这个苦杯 是很多人都支持过他们 我也都是 就是 举办过一些 就是选举的论坛 也和很多人一起在 就是 当时的《苹果日报》的大楼 就是去举办论坛 那希望大家都知道 如果他要打压 他要扩大打压 可以扩大很重要的 不止47个人 所以曾经帮助他 去筹备选举论坛的人 支持者 接着在初选中 曾经投过票给他们的人 这些全部都可以说是一个共犯 所以我就说 你要扩大这些打压 绝对可以 就是说 他在哪个地方stop 而这件事没有谱的 不是说有一个 rule 或者他有一个 基本上可以预测到他如何做 他是有权的人 就是等于有权的人 他落刀斩谁 你不知道 所以就说 很多人 为何要离开香港 是有原因 而留在香港的人 我觉得更加勇敢 因为他们去面对这些事 亦都无畏无据 亦都天跌下来 冬屁架 但我就说 这件事是不容易 去令人释怀的 这件事绝对需要 小心处理 好了 第三件我们要说的事 就是关于 刚刚说的两件 就是他自行的basking 和这个47人 开心和Dennis Squad的评论 第三件事我们说的 亦都是和立场新闻案有关的 因为大家要注意 立场新闻案 还早过47人案去逐审的 香港立场新闻案 在星期五 2月3日逐审 控方突然 呈递400篇文章 和一份横跨4年的时序表 希望做盘问之用 辩方律师质疑控方的做法 是走后门 就说这个控方的做法是走后门 批评本案審讯至极 出现太多的特责情况 令他感到非常惶恐 直指即使最终被告被定罪 審讯过程都要公平公正 即是你想要有fair trial OK 无论你是不是最终被定罪 你砌生猪肉 你起码sing to be clean and clear and also fair 但今天香港连这个做不出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尤其 控方特责 提出 呈递400篇文章 一份横跨4年的时序表 他专门数丑这个立场新闻 反正不止所谓 余若薇就说这件事 你就算要砌生猪肉 你都要砌得公平 sing to be clear 意思是这么简单 但今天连这件事都做不到 不过法官国委进行考虑之后 认为发布文章的社会背景 是不可划决的考虑因素 批准控方使用上述文件辅助盘问 案件最后再需要押后 将会在下个星期三 即是他刚刚逐审一次 因为这件事争扰了 下个星期三 就立场新闻案 就会在2月8日 就逐审的 那这件事我们密切会关注 立场新闻案的情况 所以2 parallel line上 一个就是47日案 星期一开始 一个是星期三开始的 立场新闻案 逐审 所以希望大家 香港的大家 和全球大家 多多关注两件重要的新闻 立场新闻案 星期五踏入第26日的 第26日的审讯 前立场新闻的重编辑 中配权第5日 接受控方的盘问 控方代表为 处理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 吴淑娟 和处理高级检控官 徐善之 并变方代表为 资深大律师余药薇 和大律师王伟宜 一开庭的时候 吴淑娟就表示 中配权作公的时候 提及的时代背景 控方已经准备好一份 时社会事件时序表 以及三至四个文件夹的材料 即是用一些大量的文件 可这个文件订死 以作盘问中配权之用 以反映中配权知道当时的社会环境 从而推论它 容许文章发布的意图 前者共场45页 涉及278项事件 后者涉及400篇文章 你这样 在最后才有特杂式的 这种攻击防御的策略 目的是什么 即是说 用这件事来 挖乱所有事 即是说 所有事情套好了 他只是在最后 法官写判决书之前 给一些料给法官 写了 跟了 抄了 而这件事 他需要在庭上提出 否则按照现在的制度来说 法官不可能 去将一些 这个控方没有提出的证据 拿作为一个 这个审判的标准 所以他将所有事情 扔到那个法庭上 那这个法庭 这个法官国伟健就说 OK 我给你 喂大哥 你最后面的时间 浪费了这么多资源 庭审这么多日 我都告诉大家 26日审讯你都不说 你最后面的时候 先跟大家说 45页278项事件 涉及400篇文章 有没有搞错 就是 3至4个文件夹的材料 一份社会时序表 你这样 是不是更加想这个案件拖下去呢 消磨人家的劳力时间 费用 斗智勇气精神 这个就是他的目的 但我相信 这个可以说 call out 也不可能 接受到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希望 大家为这个 宗沛权先生祈祷 也都为 在庭上的 去看这个庭审 希望能够 为他作出一定的支持 这件事很重要的 精神上的支持很重要 五淑娟解释 使用文件的原因 是因为 他因应宗沛权作公的时候提出 和控方认知有别 预料不到的内容 说不同社会背景 同一文字可能会出现不同问题 因此社会背景是一个多大的议题 什么是不同社会背景 这简直是不知所谓 当然 你说的不是荒谬 但这些东西 欲加之罪何患无耻 他说社会发生了很多变乱 譬如反送中 你才登这些文章 你就是搞事了 很简单 今天呢 民主自由好 那如果香港没有这个暴动 香港没有暴动 香港没有抗争 你说民主自由好 没问题 但如果香港的社会背景就是说 有这个反送中 有雨伞运动的话 有鱼蛋革命的话 你就说民主自由好 你就有问题 你就是煽动 这些这样的说法 简直去到一种荒谬的地步 同样一句说话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来作为一种人身 于是他挖空的心思就是说 他光砌你这句话 民主自由好 你砌不碰 于是就是说 你和这件事件有关 你和社会背景必然有关 这件事就不得了 这件事就是上纲上线 写一篇文章 究竟那个时候看出来 究竟是不是就是说 要支持这个运动 支持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那别人欧加伦的文章 基本上都讲得很客气 很温和 你都顶不住 那我问你了 香港哪里还有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可言 今时今日 你用一种 一句幻想式 联想式 联想式的东西 去做事 这个不得了 是吧 联想是很多东西 我上次讲的节目 说了五淑娟的联想是什么 可以看回我上次的节目 他又说 时代表不是正宫 只是列出 由2019年起 人所共知轰动的事件 而控方已经尽量引用 立场新闻的报导 如果立场没有报导 这件事件 就会引用很多人观看的媒体 五淑娟又提到自己可能 比警方指示不同 够清晰 令辩方只获得 警方起初发送文件的连结 指他知道事件后 已经要求警方向辩方提交电子文件 但是去到昨天下午为止 警方仍然未将文件的电子档交给辩方 因此索性列印紙本送达辩方 重新如今无时序表 中生会很乱 强调只是想协助对方 即是害你 接着说协助你 又或者怎么都好 好抱歉 昨天下午先交给辩方 又指控方不会将新文件全数呈上 辩方无需黄恐我们走后门 那真是简直不知所为 辩方知心大律师 在余若薇文言后反对控方的逞递 说五专员说不是走后门 不是不公道 但我想说 即使两名被告被定罪 整个审讯过程都有问题 余若薇说 警方在2021年6月开始 已经开始调查中 同时的撤上文章会下架 因此预先储存587篇文章 而控方已经盘问中配权三日半 当中逞递的大部分文件 涉及武汉肺炎、立场漫画等新议题 属于完全没有鞭制 而辩方和法官一齐收到 黄论可不可以和被告 可以与被告越南和商讨 当中大部分内容 亦都在辩方主问的时候没有提及 不知道控方会不会用这个地方 来推论被告的意图和检控罪证 质疑分分钟扩阔检控基础 至于现时新增的四个文件 余若薇指得自己是昨晚6点才收到 里面有400篇文章 他说今早向控方表示反对使用文件 但对方再给一份长达45页的时续表 列出横跨192021-1224年的社会事件 他质疑反映控方的立场前后矛盾 因为一方面说社会背景属于司法认知 是所有人都知道不用入政宫都知道 但一方面承递社会背景相关证明 认为控方如果想证明社会背景 会令本来不是煽动的文字成为煽动 应该一早承递相关证明 更担心万一使用时序表作盘问下 被告忘记有关事件 或者被法官视为不可靠的证人 余若薇之后直言 五专员说我不需要惶恐 无论被警方指示不清晰也好 我一开始已经说 你想提交什么文件应该预先给我看 又说假如社会背景是重要的检控基础 控方理应一早容易举证 而不在控方案情完结后 靠走后门入新文件 自己说我仍在刑事质业方面较少 误尊言可能比较多 但民事法庭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与打激动的形容 我担心我做不到作为辩护律师的责任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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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烈反对 即使最终两位被告被定罪 审讯过程都要公正公平 而在本案审讯至今 出现太多不公平和特杂的情况 尤其是无限联想 根本不知道除了十七篇文章之外 还有其他什么证供 控方会依赖去推算 考量两位被告的意图或认知 结果在休庭两个小时之后 法官国伟健作出裁决 指控方有权自主决定如何盘问证人 但就本案来说十七篇文章 及各被告是否有煽动意图 属于审讯涉及的议题 而且可以为所有议题中最重要的议题 控方必然可以就议题盘问被告 而发布文章时候的社会背景 更是不可或缺的考虑因素 双方可以就此提出证供 法国法官表示 即使没有使用新增的文件 控方也有权作出相同的提问 被告也都必须回答 因此控方提出 施及278个社会事件的时序表 是方便进行的审讯 看不到对被告不公平的地方 而控方问及被告在关键时间的认知 对被告来说是公平的必须的做法 不同意辩方所指 事件长达四年多 被告可能无法记起 他认为被告如果记不起可以直说 法庭必然会考虑 不过他就指 唯一有保留的是双方在不久之前 才收到文件 因此法庭会给时间 被被告和双方团队阅读文件 而在下午开庭之后 由于余若梅发现部分文件的编排方法不一 需时核对 加上两位被告消化之后 或者会再向他提供新的资料 因此提出希望案件后到下星期三 逐审 佳时继续由控方盘吻中培权 另外 就是控辩双方相讨之后 双方预留2月8日,10日,13日,14日,16日,17日,20日,21日 这几天是逐审的 可以这么说是相当可怕 香港的司法去到这么沦落 无论是立场新闻案 无论是这个47人案 是这么沦落 我们香港的法治的轮亡 但我们记住不要死 好好活 准备好等云到 要去听审的 好好听审 要写信 好好写信 要关心民后的 要像我那样的传递 这个信息的 好好地传递 因为你不说 他们就等于 如窄路的微尘一样灰飞烟灭 我希望大家能够用自己的心 去做一些自己身为正确的事 希望大家 祝福大家 加油